练习内加拳发力中的误区 你经历过几个 第一种发力停顿 像练太极拳 而练行翼拳的就这样 第二种蓄力周期太长 当我们需要发一个拳 蓄一大半 再打出这一个劲来 这都是错误的示范 以上这两种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我们结合实力示范一下 在你发这个劲的时候 你不会停的 因为当我们抓住把也好 进行揉舞或者摔的过程中也好 只要你想使这个劲 你必须是听着对方 直接到对方倒地 而不会只发一半就停住了 如果你停住是一个什么感觉 它就到这 你停住的时候到这 但实际上你是追着它 所以一发力肯定是到底下的 不可能是停着一下 所以这种抖弹的发力 在实际中作用不大 大家发拳 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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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这样的动作去打拳把 或者是去打杀带 你看你的教练会不会打死你 例如这样 没有见过一个人打拳把 或者打杀带是这样的 它在实战中完全是没有作用的 而真正的发力是什么 动就是力 看上去没有使得到的力量 但是你一旦碰到拳把 所以看上去并没有使得到的力量 呼吸的节奏也不会变 但它就能够发出力量 发的崩拳要有这种感觉 要直接能把对方穿透进去 这才叫崩拳事件 所以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 这样的停顿是发力 加微信使用行义的拼音 获取行义权公义教学